大家还知道此前这个安徽无锡失踪的这个女孩吗 这名失踪的女孩呢 今年23岁了 在几天前 失踪了这个嫁人呢 在这个女儿失踪之后呢 就及时的报警了 但是报警之后呢 经过了好几天的寻找 终于找到了这个女孩的这个尸体 女孩的尸体呢 是在这个河里被打捞出来的 打捞出来之后呢 这个法医经过监定之后呢 发现她是溺水而亡的 排除了别人杀害她的可能性 这名23岁的这个无锡女孩呢 失踪了整整八天呢 八天之后才尸体被警方给找到 打捞伤案 才经过这个法医给鉴定出来了 听起来这个女孩呢 在警方的这个侦察中呢 有一名嫌疑人呢 他叫牛建军 这名牛建军呢 他是有这个作案嫌疑的 但是经过警方的这个仔细侦查 以及这个路边的这个监控录像 以及别人的这个人证 相关方面的一些情况 汇集之后呢 警方发现这名牛建军呢 这个活动轨迹 以及他的这个时间段呢 不符合这个作案 也就是说 他这个作案的嫌疑不大 最后经过这个警方的仔细排查之后呢 排除了这个牛建军的作案嫌疑 并且呢 这名失踪八天的这个女孩呢 警方在监控之中 仔细侦查也没有发现 就是可疑的人物 跟随她或者是尾随她 也就是说 这名女子呢 是一个人到这个河边的 有可能是失足 或者是想不开 跳进水里 导致了这个溺亡 目前呢 警方是已经排除了 别人把她给杀害了 所以说 这件事情呢 也算是侦破了 这名女孩 可能是自杀 或者失足 落入了水中 因为自己不会游泳 而溺亡呢 在了这个水底 这名女孩呢 也是非常的不幸 这23岁呢 也是花季的年纪 本该能够成家 然后能够嫁人的 但是呢 还是发生了 这项不幸的事情 我们对这名 无息23岁的女孩呢 表示默哀 希望这名女孩呢 来自能投胎到一个好人家 希望她能在天堂呢 没有病痛 没有折磨 希望她能够一路走好 好了 我是乔 感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